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师 来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指数与对数函数的这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本身也是属于数A的部分 那老师这个东西跟我们在高一的数与式里面有一个章节 就是所谓的指数与对数的部分 到底它差别在哪里呢 来高一的指数与对数 其实它架构是在比较简单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在高一的指数 它架构就是一般国中的指数率在进行加深再加广 那高中的对数呢它就很尴尬 它只定义在所谓的底数为10的状况下 那底数如果不为10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一本讲义就会讲得非常的明白 那老师如果我这个部分指数的部分没有学得很好怎么办 没有关系在我的频道里面有指数与对数的课程 还有或者是你直接去买高一的那个数与式的部分 然后把它看熟 然后再去前接这一块的课程 那这一块课程呢 在学测里面它是一定会考的部分 因为指数与对数包含到了大学 也是很多的科系 很多的课程里面都会去使用到的哦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着重在这一块 这一块要加强 包含你所谓的指数的方程式与不等式啊 那对数的基本运算 那对数的方程式与不等式 尤其是对数与指数的应用 这种素养题其实非常非常的好处 那各位同学在这一块的素养题 你不要觉得太过于紧张 为什么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早期大概是民国九十几年的 这个部分它的学测题 其实指数与对数的跟生活所结合的一些 真的是素养题 它已经考的非常非常多了 OK 所以简单来讲 它的素材其实都考的差不多了 那各位同学这一块要再开发新的素材也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你把一些旧的课程 把一些里面的内容看清楚就OK了 希望我这边的讲解会让各位同学对于指数与对数的概念更加了解了 来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课程了 好我们进入到是主题1指数函数 我们讲到第一个重点 叫做指数的函数与其图形 来你要看一下观念1的部分 它说画起来 如果a大于0 a不等于1 我们在讨论指数函数的前提 我们讨论底数大于0 还有底数不等于1 老师为什么不能讨论底数等于1 底数等于1的话 y等于1的x次方 它就是一条水平线 这个有什么好讨论的 这个一点讨论意义都没有嘛 对不对 它说对于任意时数而言 y等于a4x会等于a的x次方 我们称作a的指数函数 那既然底数大于0 底数不等于1的话 我们要讨论 我们会从两种地方来讨论 来第一种情况 叫做底数大于1 还有底数小于1 我们讨论两个部分 底数大于1跟底数小于1 来我们这边先来取个例子 来比如说第一个例子 我们取的是y会等于2的 来这里是x次方 ok y等于2的x次方 各位同学旁边的表格 我都帮你把那些点给它描出来 给你x去找y 给你x去找y 我们把它的图形 大致上简单的给它描一下 ok这有个问题 没有问题 ok来你告诉我 给你该使得到y x用0来带2的0次方多少 1来所以这一点我们叫做01 你可以讲一张部分01我是不是特别把你标记起来 对没错拿出你的红笔把01这个东西框起来 来我用1带是2 我用2带是4 我用3带是8 这样对对对对一带上去 对不对 来再来我用-1带 黑老师2的-1次方多少 记住2的-1次方还记得吗 2的-1次方负值变什么 导数变成1分之1 变成2分之1 来2的-2次方多少 4分之1 所以你发现当x带越小的时候 你函数值越小 但是它可不可以变成负的 绝对不可能 所以来此时我们把点都瞄好了 请你帮我画起来 把这些点连起来 然后再延伸出去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图形 它就这样子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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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然后切记哦 绝对不可以跟x左右交点 它不会跟x左右交点 也就代表说这个指数还是不可能的一个0 ok帮我画起来 好吗 来画完之后 旁边有六个部分 帮我一个一个画 来我讲什么 你在画什么就好了 来第一个叫做严格递增 严格递增 不管怎么样 当x越大 旗值越大 这个叫严格递增 ok 再来第二个 特别画起来 一定会过01 一定会过01 ok 所以帮我写 这当口诀来记 指数最爱谁 指数的0101 赶快自己去google一下 ok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女明星 非常会拍戏的 再來第三個 你看好了 它以X軸為漸進線畫起來 畫到這裡就好了 以X軸為漸進線 所以沒問題的話 拿出你的紅筆 把X軸的這一條特別給它加出出 把X軸的這一條特別把它加出出 各位同學 什麼叫做漸進線 你好像第一次碰過這個東西對不對 漸進線幫我旁邊寫 什麼叫漸進線 叫做漸漸靠近 漸進線漸漸靠近 漸進線叫做漸漸靠近 但是怎樣 永不相交 兩個沒有結果的戀人也是這樣子 一直很靠近對方 但是絕對不會在一起 漸漸靠近 永不相交 換句話說 X會這樣咻 當X越小的時候 就只會這樣咻 越來越小 會很靠近X軸 但是絕對不會相交嘛 因為相交的話代表 20X軸居然會出現0 那是沒可能的事情 懂嗎 所以它很靠近這一條 現在是絕對不會有焦點 你要記得 漸進線你第一次碰見 下面的定義域值域 這你看過就好了 來凹口向上性 看過就好 這不需要畫線 懂嗎 所以幾個東西弄懂就好了 再來這是第一種 我跟你講喔 圖形你大概有基本概念就好了 我再強調一次 你要有什麼概念 第一個 一定是嚴格递增 再來第二個 指數最大0一層 一定會過0一這一點 再來第三個 以X軸為漸進線 漸進靠近 永不相交 剩下的看過就好了 好不好 再來第二型 剛剛有底數大概1 底數不可能等1嘛 那底數會小1 我們會講1 接在1到0之間 我們這邊講底數小1 來這個時候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叫做y等於 1 2分之1的X次方 底數用1 2分之1來舉例 會比較好 來那旁邊的表格 我是不是都幫你 把點給它寫出來囉 那麼這邊 也把這些點 把它描在圖形上面 好吧 把它描在圖形上面 OK 我來換一下圖形 來開始囉 你告訴我X如果用0來帶 1 2分之1的0次方會等於1 又過這一點 這一點叫01 老師那我用1帶呢 1 2分之1 用2來帶呢 1 4分之1 越帶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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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1 8分之1這樣子 1帶下去 OK喔 老師那如果帶負的呢 來我問你喔 什麼叫做1 2分之1的-1次方 各位同學我說過 負值變倒數 所以倒數再倒數 2 對啊 所以-1次方是2 -2次方是4 -3次方是8 喔老師是這樣的圖形喔 所以麻煩你把講義上的臉連起來 而且延伸出去 而且延伸出去 它會這樣子 好了嗎 幫我畫好了這個圖形齁 來畫好這個圖形的話 下面同樣都會有六個重點 第一個幫我畫起來 叫嚴格低減 當x越大 其值越小 小小小小小小小 沒錯 這個叫d減的概念 這個叫d減的概念 OK 再來第二個 一樣畫起來 告訴我指數最喜歡的誰 對 01乘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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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指數一定會通過01 指數一定會通過01 offended 好 再來第三個 一樣 把這條線畫起來 它是以x為間進線 換句話說 當x越大 二分之一的次方越大 其值會怎樣 越小 小小小小小小 小到最後會很靠近很靠近 很靠近很靠近0 但是會不會真的變0 不會 但是我會很靠近0 所以我會漸漸靠近x 但是永远不会跟它会有相交的状况 这个叫渐进线 OK 再来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这个看过就好了 定义率直于凹口相伤性 这个看过就好了 OK 所以以上的部分 就是我们针对指数函数 底数比一大 底数比一小图形 大致上要有概念 你要知道你看到那一条线 你要知道它是谁 这样子就够了 OK 好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 来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它还有什么观念可以讲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观念二的部分吧 观念的部分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东西 叫做函数图形的凹象性 这一块部分学校老师 不要说他们讲得很差 就是讲解方法会有点问题 所以导致你常常会听得懂它们在说什么东西 懂吗 那今天我就会把这个东西严谨的 把你全部讲过一遍 让你去听得懂它在讲什么 来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讲音的部分 观念一你把后面的凹象上函数画起来 把观念一后面的凹象上函数画起来 观念二这个叫做凹象下函数画起来 对凹象上凹象下怎么去解释 我来一个一个来跟你讲点听 那等一下我在讲的过程当中 你就注意到我黑板的部分就好了 那讲一张东西只是方便你去辅助 你把我在黑板上面的一些重点的图形 我会在哪里特别有标示 你来帮我记一下 讲好不好 好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到底该怎么去解释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 什么叫凹象上函数 你发现我们在讲到不管是指数函数 底数比一大 底数比一小 都有所谓的凹象上的性质 来所以我这边帮你画一个凹象上函数 我这边帮你画一个凹象上函数 OK 来这样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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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画一个凹象上函数 我们这边讲一讲的是 Y-F-X会等于2的Ax次方 来各位同学 今天我完全不讲它是2的Ax次方 我让它再神秘一点点 我就叫它Y-F-X好了 我叫它够神秘嘛 老师它是指数函数 不一定哦 你现在学东西比较少 你现在学东西比较少 它不一定是指数函数的读型 我只是随便这样画一体而已 没有人规定它是指数函数 可是我确定它在这个部分 它的凹口 凹口是往上 所以我叫它凹象上函数 那我怎么确保说 它一定是凹象上函数 如果我在没有画图形的情况下 我怎么确定它是凹象上函数 首先你必须可以了解到一个函数的概念 函数是什么 我丢给你一个X 你吐出一个Y 就这样子 我丢给你一个X 你吐出一个Y 我丢给你一个X 你吐出一个Y 所以如果我丢给你的是X1 你这样吐出来的函数值是什么 是F of X1 对不对 对嘛 来那你告诉我 如果我今天给你的是X2 如果我今天给你的是X2 请问你吐出来的函数值是什么 请问我吐出来的函数是什么 叫做F of X2 这样你可不可以接受 这样你可以接受 因为反正带进去答案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来来X1带进去是F of X1 X2带进去是F of X2 F of X2 现在我想问你 如果今天两者之间的终点 叫做两个相加除以2 的情况下 请问它带进去的答案是多少 来你用最直观的角度看 X1带进去叫做F of X1 X2带进去的答案叫F of X2 我也没告诉你这个含数 长成什么样子 我现在带他们两个的终点 你觉得它的答案应该是什么 很直观嘛 老师你是终点带进去耶 你得到是不是这两个相加除以2 对不对 我得到的是什么 我估计啊 我这两个带进去 它的应该是相加除以2 这个叫做F of X1 加上F of X2 两个相加除以2 对 我猜是这样子嘛 我觉得图形都还没有秒 可是我猜嘛 终点带进去 带进去的应该是终点 所以这个是我猜的答案 这个东西叫做我的预测值 这个东西叫做我的预测值 那位同学说 老师好你猜我可以接受 那你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猜的 你怎么敢说终点带进去一定是终点 因为老师直觉啊 对你的直觉是什么 我要问的是你的那个直觉是什么东西 各位同学 我们的直觉是属于线性的概念 对啊 是属于线性的概念 那什么叫做线性 也就是说我们很理所当然的认为 你终点带进去一定是终点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假设这两点之间的函数的图形 它实际上应该是一条直线 应该是一条直线 它实际上这两点之间应该是一条直线 既然是一条直线 所以这个时候你终点给它带进去 对到的本来就会是终点 对不对 你带进去是终点 对到的是终点 对啊 你带进去终点 两点之间是直线 啪 对到也是终点 对没错 这是我们的直观 我们人类的直观 就是线性的概念 就是两点之间是你直线 但是实际上这两点之间 真的是直线吗 巴不勒 为什么 这两点之间是曲线 对没错 这两点之间是曲线 而曲线告诉你说 你不要想的这么美好 你带进去实际上并不是纸 真的终点 你带进去实际上 你看函数图形到这里 你是啪 答案只有到这里 答案只有到这里 那我的问题来了 请问这里是谁 这里是你真的把终点 带进去函数值的答案 这个叫做终点的函数值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实际 理想与现实 预测值和实际值 本身就会有一个误差的状况 诶 那个误差在哪里 这里啊 这个就叫做误差 会导致会有产生这种误差的可能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点之间不是以直线 它是一个曲线 既然是曲线 它就会产生这个误差 所以我们会得到预测值 会大于实际值 这个叫凹口向上性 好 我这边解释解释 我再解释一个更简单的东西 电钉 各位同学就听完之后就啊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凹口向上函数给你听 来 你看我这 你看我这 这个你等一下也可以把这个例子把它抄起来 好了 来 开始 够简单了吧 这个叫做Y的X平方 哎呀 说我会啦 这个这么简单 你告诉我 我用一代 来 对象答案多少 对象答案是1 1的平方是1啊 各位同学 我带进去是3 对象答案多少 对象答案是不是9 对啊 我用1 1的平方是1 我用3 3的平方是9 来 让你告诉我 如果我瞎猜啊 我也不知道这个函数叫做抛物线啊 我用猜的 请问 我带1跟3的两点之间的终点带进去 你预测它答案是谁 在你完全不知道函数的情况下 我猜哦 它一定也是终点啦 因为两个相加出于2嘛 对不对 这里敢带终点 我就猜你的答案也是终点 为什么我敢这样猜 因为我猜你这两点之间是以直线 所以我很直观的判断 你是终点 连起来结果也是终点 你是终点 你对应到过来的也是终点 我假设你两点之间是以直线 但是实际上真的是终点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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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当你知道函数图形 它叫做 Y点X平方之后 你二等区答案之后多少 4 没错 这个就叫什么 这个5就是我们猜的 叫做预测值 而这个4是你实际实际单确的答案 叫做实际值 所以预测值大于实际值 原因为何 Auco向上写 所以等一下 写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首先第一件事你要知道 谁是预测值 谁是实际值 来所以帮我一起写 两个都帮我写一样的东西 首先我们先把预测值写上去 这个叫做 F of x1 加上F of x2 两个相加 除以2 再写一次 F of x1 加F of x2 两个相加 除以2 这个叫什么值 这个叫什么值 这个叫做预测值 有两个你就帮我写两次 这个叫做预测值 来各位同学 什么叫做实际值 就是你铁针针的 铁针针的把终点带进去的结果 什么叫做实际值 就是你真的把它带进去的答案实际值 OK 来所以这一个叫做实际值 这个叫做实际值 像我们这种比较熟练的马上写得到 凹口向上预测值大于实际值 凹口向下预测值小于实际值 这个我们就背起来啦 大家都跟你说老师 我考试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 没关系 我教你一个很简单的图形记忆法 图形记忆法这样记 随便帮我画一个凹向上的函数 凹向上这样画 啾 知道吗 什么叫预测 记住人的预测它是以直线为预测 这个叫做预测 来实际答案在哪里 白色的就是你实际函数答案 所以预测值比实际值还高 这个叫凹口向上性 向上性 对啊 这个叫凹口向上性 来再随便帮我画一个凹口向下的图形 随便画凹向下 凹的圈向下就好了 来告诉我谁是预测值 人的预测它是以直线为做预测 但是实际上答案好像确实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预测值小于实际值 这个叫凹口 嘿 向下性 对啊 你这样是不是就搞清楚了 利用这个方法把它记起来 你就懂了 以后什么叫凹口向上 什么叫凹口向下 当人家在考你的时候 首先你必须要注意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谁涨预测值 谁涨实际值 这两件事情先记住 再来第三个利用图形来去判断 谁是凹口向上 谁是凹口向下 这种题目就很顺利的破解了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题目可以靠哪些部分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范利一的题目吧 范利一说好 我给你四个指数函数 那请告诉我ABC株的大小 没错 他们通空过01 指数在01成 他们确定是01 那你先告诉我ABC株哪两个比1大 哪两个比1小 这个应该是蛮容易去判断的好 没错 严格递增都是递增 所以底数都比1大 OK 来那这两个呢 都是递减 所以底数都比1小 懂吗 所以AB都比1大 C株都比1小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 来你先听我去思考 来我先讲给你听 A和B我们知道 来譬如说2的2次方 跟3的2次方比起来 这个答案叫做4 这个答案叫做什么 这个答案叫做9 你发现当底数越大的时候 给你相同的X 这个会成长的比较快 所以当底数越大的时候 实际上给你相同的X 这个会成长的比较快 那这个就会成长的比较缓慢 底数越大成长越快 底数越小成长越缓慢 就这样子 所以看到谁成长的比较快 应该是这个成长比较快 因为当底数越大的时候 相同的X 长得很快 所以没错 B一定会大于A 没错 所以B一定会大于A OK 这两个嘛 都确定了嘛 对不对 都是底数比较大 老师他这两个呢 底数都比1小 这个怎么看 这个怎么看 来你看哦 那这些所在的X是负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 我们一样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2分之1的 负1次方 这个叫3分之1的负1次方 你告诉我2分之1的负1次方多少 它是不是2 3分之1的负1次方多少 是不是3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底数越小的时候 给你相同的X 底数越小 反而成长比较快 所以当你给的指数是负的时候 底数越小 反而成长的比较快 OK 所以谁成长比较快 这个看起来是成长比较快 所以他底数肯定是比较小的那个 这个底数 应该是比较大 所以他成长的比较缓慢 对吧 底数越小成长越快 底数越大成长越缓慢 到外看是越缓慢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 猪一定会比C大 猪 欸 就是B 猪一定会比C大 好 那这两个大一 这两个小的一 好 以上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OK 好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如果你贴得懂在讲什么的话 那你真的蛮厉害的 因为我都快不知道 我自己在讲什么东西 为什么 教书这样教就死人了 没有举例 还对老师举例 没有举例 你贴得懂要鬼耶 懂吗 贴得懂才有鬼 我自己都快贴不懂 我自己在讲什么东西 OK 这种题目不用这样看啦 老师 你刚讲老半天 你自己都快贴不懂自己讲什么 对 我自己都快贴不懂在讲什么 那这种题目摸到这种情况下怎么判断 人家只不叫你比较A B C出 对呀 你比较A B C出 你AX全部用谁带就好了 你AX全部用E带就好了 对呀 那麻辣解释什么地真地减 AX全部用E来带就好啦 AX全部用E来带 你告诉我水平线牵直线 AX等于E叫做牵直线 那我画一个X等于E给你看 AX等于E AX等于E我画下去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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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我画AX等于E 技术图形的焦点 就是那个带进去的结果 AX用E来带这个叫做B AX用E来带这个叫做A 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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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用E来带这个叫做珠 AX用E来带这个叫做C 脑震弹都不会看错 B带A带J带C 这里结束 这样你听懂吗 你不要去管地真地险 你光用图形去判断地真地险 你真的会死掉 我给你保证 但是你会发现嘿嘿 这样做真的蛮快的 对所以我刚刚讲的红色部分 全部都是废话 我讲的红色部分 你听得懂很棒 我真的觉得 你听不懂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题目本来就不应该是这样子写 你考虑那个地真地解析你会死掉 因为很难判断 尤其到后面对数的部分会更复杂 我们简单的方式 一秒钟破解 讲懂了吗 所以这一题B A注C 这一题答案结束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赶快就到的是下面的部分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